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中文学习项目。 我住在越南最大的城市胡志明市,也是最拥挤的城市。 很多人说出来可能都知道这个地方,因为它已经很有名了。 关于西贡有很多话要说,我们在这里几乎可以找到我们需要的一切。 路上总是车水马龙,高楼凌厉,人们似乎总是很忙碌。 我真的很讨厌在上下班高峰骑出门,因为街道在尾气的高温下就像在燃烧一样,走一小段路都很难。 直到深夜,西贡才终于安静下来,但总有人在午夜后闲逛。 可以说这座城市不夜城,所以住在哪里的人也很活跃。 因为西贡到处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人,不得不承认我们刚到这里的时候是相当复杂的。 然而,对我来说,这座城市仍然是一个可爱而值得居住的地方。 我住在越南最大的城市湖志明市,也是最拥挤的城市。 很多人说出来可能都知道这个地方,因为它已经很有名了。 关于西贡有很多话要说,我们在这里几乎可以找到我们需要的一切。 路上总是车水马龙,高楼凌厉,人们似乎总是很忙碌。 我真的很讨厌在上下班高峰骑出门,因为街道在尾气的高温下就像在燃烧一样,走一小段路都很难。 直到深夜。 直到深夜,西贡才终于安静下来,但总有人在午夜后闲逛。 可以说这座城市不夜城,所以住在哪里的人也很活跃。 因为西贡到处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人,不得不承认我们刚到这里的时候是相当复杂的。 然而,对我来说,这座城市仍然是一个可爱而值得居住的地方。 我住在越南最大的城市胡志明市,也是最拥挤的城市。 很多人说出来可能都知道这个地方,因为它已经很有名了。 关于西贡有很多话要说,我们在这里几乎可以找到我们需要的一切。 。 路上总是车水马龙,高楼林立,人们似乎总是很忙碌。 我真的很讨厌在上下班高峰骑出门,因为街道在尾气的高温下就像在燃烧一样,走一小段路都很难。 直到深夜。 直到深夜,西贡才终于安静下来,但总有人在午夜后闲逛。 。 可以说这座城市不夜城,所以住在哪里的人也很活跃。 。 因为西贡到处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人,不得不承认我们刚到这里的时候是相当复杂的。 。 然而,对我来说,这座城市仍然是一个可爱而值得居住的地方。 。 我住在越南最大的城市胡志明市,也是最拥挤的城市。 。 很多人说出来可能都知道这个地方,因为它已经很有名了。 。 关于西贡有很多话要说,我们在这里几乎可以找到我们需要的一切。 。 。 路上总是车水马龙 高楼林立 人们似乎总是很忙碌 我真的很讨厌在上下班高峰骑出门 因为街道在尾气的高温下就像在燃烧一样 走一小段路都很难 直到深夜 西贡才终于安静下来 但总有人在午夜后闲逛 可以说这座城市不夜城 所以住在哪里的人也很活跃 因为西贡到处都是来自全国各地 甚至世界各地的人 不得不承认我们刚到这里的时候是相当复杂的 然而对我来说 这座城市仍然是一个可爱而值得居住的地方 我住在越南 我住在越南最大的城市胡志明市 也是最拥挤的城市 很多人说出来 很多人说出来可能都知道这个地方 因为它已经很有名了 关于西贡有很多话要说 我们在这里几乎可以找到我们需要的一切 这座城市里面 路上总是车水马龙 高楼林立 人们似乎总是很忙碌 我真的很讨厌在上下班高峰骑出门 因为街道在尾气的高温下就像在燃烧一样 走一小段路都很难 直到深夜 直到深夜 西贡才终于安静下来 但总有人在午夜后闲逛 可以说这座城市不夜城 所以住在哪里的人也很活跃 因为西贡到处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人 不得不承认我们刚到这里的时候是相当复杂的 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地方 然而对我来说 这座城市仍然是一个可爱而值得居住的地方 我住在越南最大的城市湖志明市 我住在越南最大的城市湖志明市 也是最拥挤的城市 很多人说出来 很多人说出来可能都知道这个地方 因为它已经很有名了 关于西贡有很多话要说 我们在这里几乎可以找到我们需要的一切 我们在这里几乎的地方 路上总是车水马龙 高楼凌厉 人们似乎总是很忙碌 我真的很讨厌在上下班高峰骑出门 因为街道在尾气的高温下就像在燃烧一样 走一小段路都很难 直到深夜 西贡才终于安静下来 但总有人在午夜后闲逛 可以说这座城是不夜城 所以住在哪里的人也很活跃 因为西贡到处都是来自全国各地 甚至世界各地的人 不得不承认我们刚到这里的时候是相当复杂的 然而对我来说 这座城市仍然是一个可爱而值得居住的地方 那是什么都会称为 要不承认我们 不承认ск 要不承认 不承认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中文学习项目。 我住在越南最大的城市胡志明市,也是最拥挤的城市。 很多人说出来可能都知道这个地方,因为它已经很有名了。 关于西贡有很多话要说,我们在这里几乎可以找到我们需要的一切。 路上总是车水马龙,高楼凌厉,人们似乎总是很忙碌。 我真的很讨厌在上下班高峰骑出门,因为街道在尾气的高温下就像在燃烧一样,走一小段路都很难。 直到深夜,西贡才终于安静下来,但总有人在午夜后闲逛。 可以说这座城市不夜城,所以住在哪里的人也很活跃。 因为西贡到处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人,不得不承认我们刚到这里的时候是相当复杂的。 然而,对我来说,这座城市仍然是一个可爱而值得居住的地方。 我住在越南最大的城市胡志明市,也是最拥挤的城市。 很多人说出来可能都知道这个地方,因为它已经很有名了。 关于西贡有很多话要说,我们在这里几乎可以找到我们需要的一切。 路上总是车水马龙,高楼林立,人们似乎总是很忙碌。 我真的很讨厌在上下班高峰骑出门,因为街道在尾气的高温下就像在燃烧一样,走一小段路都很难。 直到深夜。 直到深夜,西贡才终于安静下来,但总有人在午夜后闲逛。 可以说这座城市不夜城,所以住在哪里的人也很活跃。 因为西贡到处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人,不得不承认我们刚到这里的时候是相当复杂的。 然而,对我来说,这座城市仍然是一个可爱而值得居住的地方。 我住在越南最大的城市湖志明市,也是最拥挤的城市。 很多人说出来可能都知道这个地方,因为它已经很有名了。 关于西贡有很多话要说,我们在这里几乎可以找到我们需要的一切。 路上总是车水马龙,高楼凌厉,人们似乎总是很忙碌。 我真的很讨厌在上下班高峰骑出门,因为街道在尾气的高温下就像在燃烧一样,走一小段路都很难。 直到深夜。 直到深夜,西贡才终于安静下来,但总有人在午夜后闲逛。 可以说这座城市不夜城,所以住在哪里的人也很活跃。 因为西贡到处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人,不得不承认我们刚到这里的时候是相当复杂的。 然而,对我来说,这座城市仍然是一个可爱而值得居住的地方。 我住在越南最大的城市胡志明市,也是最拥挤的城市。 我住在越南最大的城市胡志明市,也是最拥挤的城市。 。 因为它已经很有名了。 关于西贡有很多话要说。 我们在这里几乎可以找到我们需要的一切。 路上总是车水马龙 高楼林立 人们似乎总是很忙碌 我真的很讨厌在上下班高峰骑出门 因为街道在尾气的高温下就像在燃烧一样 走一小段路都很难 直到深夜 西贡才终于安静下来 但总有人在午夜后闲逛 可以说这座城是不夜城 所以住在哪里的人也很活跃 因为西贡到处都是来自全国各地 甚至世界各地的人 不得不承认我们刚到这里的时候是相当复杂的 然而对我来说 这座城市仍然是一个可爱而值得居住的地方 我住在越南最大的城市 湖志明市 也是最拥挤的城市 很多人说出来可能都知道这个地方 因为它已经很有名了 关于西贡有很多话要说 我们在这里几乎可以找到我们需要的一切 路上总是车水马龙 高楼林立 人们似乎总是很忙碌 我真的很讨厌在上下班高峰骑出门 因为街道在尾气的高温下就像在燃烧一样 走一小段路都很难 直到深夜 西贡才终于安静下来 但总有人在午夜后闲逛 可以说这座城市不夜城 所以住在哪里的人也很活跃 因为西贡到处都是来自全国各地 甚至世界各地的人 不得不承认我们刚到这里的时候是相当复杂的 然而对我来说 这座城市仍然是一个可爱而值得居住的地方 我住在越南最大的城市胡志明市 也是最拥挤的城市 很多人说出来可能都知道这个地方 因为它已经很有名了 关于西贡有很多话要说 我们在这里几乎可以找到我们需要的一切 路上总是车水马龙 高楼林立 我真的很讨厌在上下班高峰骑出门 因为街道在尾气的高温下就像在燃烧一样 走一小段路都很难 直到深夜 西贡才终于安静下来 但总有人在午夜后闲逛 可以说这座城是不夜城 所以住在哪里的人也很活跃 因为西贡到处都是来自全国各地 甚至世界各地的人 不得不承认我们刚到这里的时候是相当复杂的 然而对我来说 然而对我来说 这座城市仍然是一个可爱而值得居住的地方 如果您怎么会有个好处 如果您的东西还有一天 我去做 请不吝点赞 分享 我们下次见 去见 这座城市价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别人 你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